请不许内 有尽不创 有尽不创 有尝不许 有尝不许 赵大人 这宇宙必有真宰 沈兴怡 何天言之许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翻云覆雨 起死回生 都是拜你家主子所赐 你既然已经活下来 理应隐姓埋名 谨小慎微 怎么还如此招摇 又是上街 又是演说 还发传单 如果让我一辈子 谨小慎微 那还不如当初一死了之 难道你不怕 引人眼目 再给沈家惹来什么麻烦 我现在是康卓文 再说了 如今王爷如日中天 就算有人对我的身份怀疑 也不敢对我们沈家 指手画脚 难道这学堂 也是王爷手艺 我这个破学堂可不赚钱 但你家主子看不上眼的 那你在此办学 是何居心 赵大人 既然你当初可以实业救国 为什么我如今 不能教育救国呢 没想到 你有如此志向 家务一战中国大败 很多人都认为是日本船坚炮利 强于中国 但是其实他们真正的强 是强在教育 我亲眼所见 在日本一无不学之户 家无不学之人 不仅人人识字 包括最普通的民众 都可以接受西洋最先进的思想 和先进的知识 你再看看我们的救国之路 如此的艰辛曲折 除了上层贪腐无能 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痴 是很重要的原因 这一点我十分赞同 要想国强 首先要有人才 而人才均出于力学 沈兴怡 没想到 你荒唐了大半辈子 终于错了一件好事 赵大人都已经投到 王爷门下了 还知道这是好事 彼此彼此 彼此彼此 我爹乃是一介草民 身不由己还说得过去 可是赵大人 你是一个出身甚严的 堂堂如生啊 都学得这么屈言覆识 我真是想不通 我有一件事情 一直也没想通 王爷害你入狱 害得你们沈家 耗尽家产 你爹竟然还帮王爷 开钱庄 开贸易行 你不是也知道 王爷之贪之府 登风造极吗 你还不一样 为他安钱马后 康先生 舅舅 你怎么来了 我找康先生聊点事情 那我先粗糙去了 去吧 刚才怀仙叫你舅舅 不应该是姑父母 周莹现在是我义妹 他当然喊我舅舅 他跟你结拜 你可是王爷的走狗啊 我若不当走狗 怎么能救得了他 原来如此 赵大人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没事 周莹最初听说我投靠了王爷 也恨不得把我杀了 刚才的你那番言语 对我来说 已经算是柔和的了 周莹 知道你还活着 前不久我们见过一面 那你们打算 我跟他不会再见面了 对了 你今天找我来做什么 我本来只是想了 我来看看 这郑怡学堂的山长 是何许人也 没想到是你 既然如此 我觉得 我们倒是可以好好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我记得多年以前 我们讨论过 如何让沈家 摆脱杜明礼 和王爷的盘剥压榨 我记得 那个时候你让我 跟你一个阵营 一起投靠李大人 幸好我当时没那么错 是啊 没过两年 我自己也投到了 王爷的阵营 现在想想当初的自己 的确有点天真 不过当初我有一个建议 现在看来 仍然是对沈家有利 你可以直说 沈小姨 我们联手除掉明礼 你为什么要干掉 杜明礼 你想取代他在王爷 那的位置 不 为了保护周莹 从眼前看 周莹正在筹建 新的织布工厂 而明礼 一心想要扼杀 从长远看 周莹和明礼 迟早会有一场生死之战 沈小姨 沈小姨 我们需要你的支持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那今天 我们就先到这儿吧 行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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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见过大哥吗 就那天 在这儿吃了一顿饭 就没再见过了 他还是在忙变法的事情 不瞒你说 我现在 特别地为他担心 京阳街头那些报纸穿单 我也看了 有些话在里 有些话 要把皇上这样那样 着实地自言哪 我特别地担心这孩子 会惹祸上身 阿姨 别太担心了 这朝廷究竟是个什么想法 我去问问赵大人 行 那就拜托你了 赵大人 赵大人 皇上刚刚名发上于鼓励民间办厂 你就下这封场的命令 你想干什么 你想抗旨吗 在下不敢 你不敢个屁 皇上 皇上锐意变发 而愣去倒行迷失 你到底何居心啊 皇上 在下糊涂 张白石 你说 你背后是否有人指使 张白石 我念你我同庄之意 只要你赶紧撤销这命令 不然 我可是要上书皇上弹劾你的 武则 我如此糊涂 你最好不要轻易放我 你最好上书皇上好好告我一招 并且一定要追究我背后指使之人 我求求你 越快越好 老麻